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赞出来回应 在微博上公开声明镜 我一个人过得很好 不想再卷入这些是非当中 不要什么事都带上我 一个人的时候 不辜负自己 看到贾满亮的发声 网友不经心酸 以前可爱搞怪的他已经不在 轻轻到是增添几分成熟 看着都叫人心疼 从贾满亮的发文来看 优往 有推断 他和李小鹿已经分开 并且自己一个人生活 当然这都是猜测 毕竟当事人没有实锤 但经过这些风波 两人很难在一起生活了 近日 贾满亮为某活动站台 这也是他在风波后的首次露面 在舞台上 贾满亮剪了一个版寸的新造型 搭配一身黑色西装 倒有点霸待总裁反 虽然可以明显看出他销售不少 但精神风貌算是不错 在面对镜头的时候 贾满亮还总是微笑世人 这是活动现场拍摄的照片 有些新的网友发现了 贾满亮手上的婚件已经脱掉 而且看起来还十分的忙碌 之后贾满亮回到自己座位上 刚一坐下 就接到电话 可见 目前还是十分忙碌的 有网友又发现一个亮点 那就是贾满亮的手机壳 手机壳上赫然在列的四个打字 热爱工作 要知道以前贾满亮 可是一个顾家的男人 家庭第一 工作第二 如今是全身心投入工作中 倒是让人意外又心酸 当然出现一系列的风波 作为一个男人 肯定是无法承受的 看来贾满亮是向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去了 目前的贾满亮也算是过得不错 虽然自己一个人 但一个人的独处 或许把一些不开心的事给过滤掉 现在工作后 回到家中跟猫咪玩玩 做做铲屎官也不错 贾满亮十二月手楼面 婚结已摘 小伙伴们怎么看呢 留言评论哦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